小泉台风夹带着狂风暴雨 清洗蓝雨也造成全岛停电 网路中断 蓝雨气象战昨天晚上9点53分 跟10点02分分别测出了超过17级的强阵风 打破台湾气象史上126年来最大阵风的观测记录 开远港内的渔船不敌强风巨浪 估计有8成的渔船翻覆沉落水中 而民众住家铁皮屋顶被吹翻 大门整个被吹走 街上一片凌乱 4米以上的浪高冲过防坡堤 长浪还逼近了沿海住家 激起惊人浪花 蓝雨情况惨不忍睹 开远港内渔船毁的毁坏的坏 载浮载沉 状况从未这么着过 高达8成的船只毁损 而且渔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身材工具 继续狂风雨吹 风有多强竟然还吹走民宅大门 就是这瞬间实在太惊悚 民众家中的大门 在强风的吹袭下不断颤抖 下一秒四片旅门窗直接被小犬带走 惊险瞬间全被排了下来 我的二楼变得好漂亮 因为天窗整个损毁了 吹到连门都不见了 蓝雨这座小岛到处惨兮兮 因为强风超过17级 来到每秒95.2公尺 不但破了观测史上记录 甚至吹坏策战仪器 当然肆虐小岛惨得还包括野游国小 哇这个野指数 对 都没了 从招球到了屋顶 有大量钢瓦散落校园 一间学习教师全毁 以及工程师供应价倒塌 甚至幼儿园的游戏器材 也整个被吹走 从里到外的总总设施 全遭强风毁损 经过整晚的强风作语 持续到5号一早 还是没有停歇 走到户外一看 蓝雨的街头更是一片狼藉 从哪里飞过来 不只电线杆被吹到夭折 树木倒塌横躺在路中央 停放的车辆也被吹得东倒西歪 全岛被吹得一塌糊涂 蓝雨气象站4号晚上 9点53分和10点02分 分别测出超过17级的强阵风 来到每秒95.2公尺 是台湾有史以来破纪录的风速 小圈台风发威 东部首当其冲 造成蓝雨全岛停电 网路中断 这回强劲的风雨 超乎众人想象 记者台东综合报导